y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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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在做MassQuest 2012MassB Chapter 8 Review 指章的总结 Question 17 第十七题 那之前的题目呢 怎么可能有些朋友问 那之前的题目呢 不止第十七题啊 那之前的 你去我的英文频道那边看一下吧 因为出入不大 而且都是比较简单的算术嘛 也没有太多文字上的一些 争议或者是难度 所以我就只做文字题 提供中文的解说了 对 有时候也是要练习一下英文 去听一听 生我说的英文不太好 OK 第十七题 The diagram at right shows part of the curve with equation y equal to e to the part of x over 2 所以说在右图 有一个curve 它的是y等于 e的 二分之 x 次方 OK 所以是这条线哦 这条线 OK Find 找到 找出 the coordinate of a 这个点 这个点很明显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 它的x位标了 就是2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的 只是它的y位标而已 那它在这个 y等于 1的 2分之 x 次方上 这条方程式上 这条线上的话 我们只可以用它 把2 放进去 求出它的y来 OK 所以 point a 现在我们现在目前知道的是 2 跟一个y的位标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放 2 进去x 放2 as x into y equal to to find y 把2 带进去里面 带进去 用 带进去x的位置里面 然后找到y 那很明显嘛 y 就等于 1的2分之2 就是说是1 这是1 这是y 就是1的一次方 这就是y 这y就是1 对不对 OK 所以说呢 答案就是这个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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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然后 一 这个 非常明显的答案 OK 第二题 the equation of the normal to the curve at point A OK 所以说the equation of the normal 就是这一条 它已经标明给我们了 normal这一条直线 那normal呢 我还特意去了维基巴克 看看它的中文是什么 它的中文是法线 它的中文是 法线 normal 就是一个垂直线 一条线的它的垂直线 乘90度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找Y在A点的normal 就是这条直线了 然后这里成了一个90度的角 OK 那我们找出 我们要找出的是法线的方程式 the equation of the normal OK 那如果要找出equation的话 我们要需要三个东西 看起来像一条linear equation的话 它看起来像一条垂直线的话 我们就 直线方程式的话 我们就需要三个东西 我们需要一个Y的位标 一个X的位标 还有就是M 就是我们的斜度 gradient 但这个M呢 是gradient of the normal 是法线的斜度 gradient of normal OK 那Y的位标我们有了 就是刚才找出来 在A点上的Y的位标 就是E嘛 对不对 那X的位标就是2吧 对不对 那就是现在这个 我们要找出MN 究竟是什么 好了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找 法线的斜度呢 法线的斜度 其实是等于 负1 除以 那个点的正常斜度 MN MT吧 MT gradient of tangent 就是说我们那个 法线的斜度是 负1 除以 这个点 Point A 它本身在这条方程式 上面的斜度 OK 那我们要找出那条方程式 的斜度很简单 我们只是要把方程式 微分一次 我们就可以找到 它的斜度方程式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微分一次 就是DY DX 微分 微分 Y 根据X 来微分 OK 所以是 这个不变 乘以 这个里面的微分 就是一半了 所以就等于 等于 1又 2分之 X 除以2 OK 好了 找到我们的斜度方程式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那个点 X的位标放进去 找出那个点 的那一刻的斜度是多少 这是我们的MT了 所以说 MT就是等于 E to the power of 2 over 2 over 2 这是MT 就是等于 那其实就是 1除以2了嘛 对不对 因为2分之2就是1 1的1次方 就是1 好多1哦 OK 那所以呢 MN就是等于 好先把它 1除以它的 1除以它 这个 它本身的斜度 就是其实等于 把那个 把2跟1 调换一下位置 在这英文里面 它们叫做 reciprocal OK Recipr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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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相反一下 就是AB变成了BA 这个就叫做Reciprocal OK 好 换一下位置 然后再加个负上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 对不对 好了 有了它的 法线的斜度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放进去 我们用的还是我们 一次函数 就是直线方程式 说需要找的那个模式 需要找方程式的模式 这就是y-你的y 你的色的一个y数 等于 这个 m n 就是发现的斜度 乘以 x-你找出来的x的位表 OK 所以这里就等于 y-1 等于 -2除以1 乘以x-2 OK 有一个y是没有变 不变的 有一个x是不变的 OK 那我们只要把它 把1拿过去那边 把括号散开就可以了 就是-2 x除以1 减 -4 除以1 加1 就可以了 那这条方程式 就是 发现的方程式 OK 好 第三题 c the coordinate of b OK 就知道这一个点了 好 这个点首先我们知道 它有一个x的位标是 不是 它有一个y的位标是 不是 x的位标 x的位标是0 对不对 就是我们也还是不知道它的y的位标 那这个点呢 b这个点是在发现的方程式的上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x变成0 然后放进去发现方程式里面找出它的y点 OK 所以 point b 它现在有的位标是 0y y 那我们可以把x的位标是 sub0 as x into equation of normal 法现的方程式 什么 OK 那其实就等于说 y等于-2乘以0除以1减41加1 好,那这个就没有动了 因为-2乘以0就是0嘛,0除以1还是0 那它的y值就是等于1减4除以1 我只把它们的位置换一换 好,那这个我就不减换,我就不怕算出来 我就保持这个数就可以了 所以说,所以,therefore,the coordinate 比如说,b的位标,the coordinate of point b b的位标 is x我们已经知道了是0嘛,0 然后这个就是y的位标 减4除以1,这样就可以了 你把它变成数字也可以 你把1减4除以1变成数字都可以 记住1不是位置数哦 不是位置数 你可以把它变成小数,我也没问题 但是我喜欢保留这种答案,因为它比较准确嘛 好,看第四题 我们现在要找c点了 那很简单嘛 c点它在我们开头的那条方程式的线上 然后它的那个x位标也是等于0 也是要找它的y位标嘛 那我们只把它放回去刚刚开始的那条方程式就可以了 OK,so point c的位标现在是0跟y sub 0 as x into y等于1x 把它放进去,原本那条方程式就可以了 所以说y就等于1,0,2分之0 那就是y就等于1,0 那任何东西的0次方都是等于1 OK,so就是答案 所以说,therefore,the coordinate of point c is 所以说point c的位标就是0跟1了 非常完美的答案 OK,回去看看,对不对 嗯,差不多 所以它没说,看起来挺像1的 那如果这里是3的话 哇,这里是多少,刚才 哦,这样也是 1-4除1 OK,the area bounded by the curve and the line a,b and b,c OK,所以说 the area bounded by the curve 所以说线 我们刚才那条线 y等于1的2分之4方那条线 跟 and the line a,b and b,c 就是跟ab 从这里到这里 我把它画清楚一点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 其实就是它给我们图上的这一块嘛 从point a到point b OK,然后从point b到point c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块里面的 那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 normal就是上面的方程式嘛 对不对 我们原本的那条方程式就是下面的方程式 bottom的 那我们只是要找它们两条线之间的面积 然后从多少到多少呢 从0到2 就是这么简单 从0到2 OK 好,排斥积分 定位积分 有限积分 那就是从0到2 top 减bottom integrate respect to x OK 那top呢是哪一条 top就是normal 我们的normal 我们的法线方程式 我们的法线方程式 是刚才看一下 是这条 -2x除以1 -4除以1 -4除以1 加1 OK -2x oh, not1 x除以1 -4除以1 -4除以1 多少 加1 加1 OK 然后减去 下面那条方程式就是 下面的方程式就是 我们原本的方程式 y等于1 2 2分之x 次方 OK 把括号解开来 OK 好了,开始积分 那这个呢 我们先把 -1 -2除以1 这部分拿出来 再乘以x 它本身的积分 就是x square 除以2 然后再减去 那这个数呢 其实它没有x 在里面 它只是一个 衡量 它只是一个 比如说2、3、4 它只是代表一个数字 所以当你把 一个衡量去积分的话 就是等于衡量 乘以 要积分的那个位置数 1也是 OK 再减去 好,这个东西的积分 这不变 它本身不变 再除以它里面的微分 这个东西里面的微分 因为我们把它微分的时候是长 现在是要除 就是除以一半 OK 从0到2 好 然后把东西写得好看一点 这个2就没有了 对不对 cancel 掉了 就被底下掉了 就是说 就是 负的 x平方 除以1 减4 x 除以1 加1x 减 好 1的2分之x之方 除以一半 就是乘以2 除以一半记住 除以一半记住 就等于乘以2 就是2 1x的2分之x之方 0 2 好了,可以把东西放进去了 把数字放进去了 可以 先放2 永远放上面那个区域 永远放上面这个x的第一 第一 第一放它 所以说 是负的2的2次方 除以1 再减 4乘以 诶 是不是失成 诶 对 没错 没错 OK 嚇我一跳 诶 还是有点不对 我看看 看看 我们做错了点东西 哦 这个 负的1分之2 乘进去里面 这个是正的 对 这个也是正的 错了 这个是正的 对 这是正的 这个也是正的 好 还有什么其他错误吗 对对对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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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的 这是正的 这里也是正的 对,我就觉得蓝铁不对路 有一点不对 好 现在应该还能及时改过来 对吧 大家都有错误嘛 对不对 OK 就4乘以2 然后除以1 加了 这里是加了 OK 再加上 那x是2的话 那就是2e 减去 那如果x是2的话 这里的话 22就是2 就是1 1的1次方就是1 那就是-21 好 减去 把0带进去x里面 就很方便了 很多东西都 变成没有了 0真的厉害 然后 然后 但是最后一个 不会啊 最后一个还是 因为0 1的0次方是1嘛 所以-2乘以1 还是-2 OK 那这就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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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里就变成了-4 因为这个东西是在 平方的外面的 所以还是-4 加8 除以1 2 那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cancel掉了 对不对 这里下掉了-2 1-2 对不对 这就更是没有掉了 那就是这样子-2 OK 那其实这里就可以再算出来-4加8嘛 因为他们的分不相同 可以把它加进去 然后就是变成正4 1-2 很明显之后就变成了 4除以1加2 unit square 这是单位 就是说单位平方 记住一定要写单位 很重要的哦 因为我们找的是线下面积嘛 两条线之间的面积嘛 所以肯定是平方的 OK 所以这就是答案了 这是4除以1加2的单位平方 还有题目吗 没有了 这就是第17题 呼呼 快20分钟了 好 让我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植物一下广告 回来再看最后 第18题 这是最后一题了